不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只要人就拒绝自己 人就继续伤害自己的身心 就谈不上爱他人 接纳他人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接纳他人 那是因为你尚未接纳自己 如果你与你周围的人斗争 便是因为你心中有挣扎 在清静道论中 佛要我们先对我们所喜欢的人修辞 因为要将爱心赠予喜欢的人比较容易 修辞 从爱语开始 爱语是修行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只说含有慈爱的事情 并用慈爱的口吻 跟平和的心情 来续说事实 修行 要在起心动念的过程中 照射正念的光芒 好让我们能看得清楚 不至于陷入不适当的座意 修行地观 不是只限于静坐的垫子上 而是十一 要随时无时不刻 让地观的修行 融入日常生活 修行地观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将 住于和谐 自在 安详之中 有办法 做到 自治的人 才不会被拖进 愤怒的漩涡中 地观你 心中的 愤怒种子 地观那些 你认为 伤害你的人 此观 能帮助我们 理解这两者 并且帮助我们 抛弃那些 会制造 更多苦难的 习惯性思考 和习惯性行为 我们会明白到 那个伤害我们的人 自己正在深受折磨 观想他们的苦难 可以激起我们心中的爱与理解 心胸 心胸已放开 苦难便会随之而去 慈观的修行 首先将我们从自己的苦难中解放出来 从地观中得到的了悟 会保护他们的心灵和身体 地观就是慈悲喜舍的修行 观世音菩萨的修行 就是地听每一声每一响 包括内在和外在的痛苦声音 我们的修行还包括 聆听那钟响 风吹水动 虫鸣 以及一切的众生 一旦知道了 怎么用正念来地听 观呼吸 一切事物便会变得清晰 深刻 生命是世上最珍贵的事 杀身是世上最悲惨的事 在佛陀的大悲心中 一切友情皆为平等 凡事具有生命的 我们就不应去伤害 有情供业 有情供业所成的这个世界 是人类的 也是动物的 人与动物 应当相依并存 而非自意杀害 人人死悲为怀 不起杀念 不杀身 不造杀业 世间自然安和乐利 与刀宾结绝缘 放身 是一种以慈悲心 为出发点的行动 更是佛陀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的展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世上最美好的善行 放生是救命的行为 是慈悲心最具体的展现 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愿行 戒杀放生 是既可消除业障 增福报 又可掌养慈悲的殊胜法门 戒杀放生 吃灾念佛 即是种植善音 成就佛果之道 素食是慈悲与仁厚的美德 素食免恶业 素食增福报 素食益处多 身体健康 避免杀业 环境保护 更可将慈悲祥和的风气 带给全世界 素食行动 结合了精神的成长 慈悲的关系 慈悲的关怀 以及对整个环境 社会的责任 是最适合现代人的新生活主义 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就是从解杀吃素开始 解杀吃素 是最直接的互生行动 也是最直接的慈悲胸怀 佛弟子不食众生肉 因为众生皆是未来活 我们爱护自己生命 也要尊重一切众生的生命 为健康要吃素 为尊重生命要吃素 为掌养慈悲心要吃素 为求人类和平 更要吃素 念佛一句 罪灭和煞 礼佛一拜 福增无量 念佛要具足信愿行 通神放下一身念佛 才能与佛相应 正道 一心不乱 词就是拔苦之心 悲就是与乐之心 慈悲是其他各种美德的根本 慈悲是希望众生能得到幸福 而且不只是肤浅与战时的幸福 而是要引导 而是要引导众生 走向最根本的离苦得乐之道 无敌心 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根本 自他利乐之泉源 灭除一切烦恼 痛苦的甘露 到达无于涅槃 彼岸之桥梁 慈悲没有宗教 种族之分 在佛教里 慈悲心是成就佛道的基础 而在一般人的生活中 慈悲心 也是一种爱与温暖的正面力量 一种值得赞叹的道德意识 更是为这苦难时间 带来安慰与和平的一道暖流 慈悲心是愤怒与痛苦的解药 慈悲心 犹如慈母照顾孩子时 所自然流露的关切与真情 慈心如花香 可以把欢喜传送给他人 碍于如阳光 可以把温暖散播释放 慈悲心是最好的护卫 也是一切治疗的源头 所有佛教徒都知道 慈悲心是一切治疗之本 这法门可以进出过去的恶业 想拥有 必先完全付出 全心付出 就能全心拥有 当你真心付出爱时 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快乐 能带给你正向的能量 真诚爱人者 本身也必将得到他人的爱与帮助 这是生命中最真实的回报 善待自己最佳的方式 就是去关爱别人 平安就是福 平凡就知足 生活在物质无缺的环境里 我们可说是相当有福报 所以更要懂得感恩 懂得回馈 懂得将所拥有的分享他人 要累积更多的福德 温言善语 是让人及关系和谐的利器 也是修行四五亮星的一种表现 因此 我们不要另习赞美和爱与 是让人及关系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012 001 205 666 僧众斋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若是关怀 不食动物 慈悲至夜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护生即礼拜大杯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 03 989 9319 03 989 9319 03 989 8686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妙难思 十方诸佛所称赞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中文字幕广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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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有云 身是能够引导你渡往解脱彼岸之船 身是能够让你沉入轮回无底深渊之石 身是邪恶的仆役 也是善德的仆役 正如一块清澈透明的水晶 会折射其支托的颜色 我们的心意也决定了行为的善或恶 因此 选择正确的道路 把我们的行为 语言 念头 导向佛法 是很重要的 初学者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培养善的串习 消灭不善的串习之上 在佛陀注释期间 佛罗门 罗伯绝多 以每日记录的方式来提高警觉 测量自己进步的程度 每天傍晚 他把黑色 白色的软石分成两堆 每一粒黑软石 代表他在白天生起的每一个恶念 或犯下的每一个恶行 每一个白软石 代表他在白天生起的每一个善念 或从事的每一个善行 刚开始 黑软石堆远高于白软石堆 但渐渐的 两个石堆的高度趋于平等 最后 由于他坚持不懈 他达到只有白软石堆的境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白软石堆远高于白软石堆的 曾经常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可能会带到白软石堆的 如果我来说 感谢观看